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很重要的一個角色 每一年在這裡的照看記者會 很多人會問說這樣的記者會有用嗎 對於這些被抓捕的律師 不是仍然關在黑牢裡面嗎 那我們這樣只是在這裡呼籲有用嗎 當然這是當然在問 但是我要跟各位講它是有用的 當被關在黑牢裡 沒有人去關心它的時候 也就是它被打壓的最慘的時候 我們當然很希望說 在明年的這個時候 四周年這個時候 我們已經不需要再舉行這樣的記者會來 也希望現在已經仍舊在獄中的王璇璋律師 他們在明年的這個時候 已經不在中國的黑牢裡面了 我覺得我爸爸在跟這兩個人很懂 我就會憤 但是慢慢的就覺得 那有什麼辦法 我們要重新的其實都是共產黨 是共產黨讓這些人變成這樣 誰是還不是下一個人嗎 王璇璋律師是從709事件發生到現在 都還沒有辦法得知他到底原在哪裡 確切狀況怎麼樣 但我們可以知道說 他已經被一朝編律政權雖然起訴 但是我們看不到起訴書 看不到開庭 不知道他任何狀況 我們看得到的只有他的太太 李文律師帶著他們的小朋友 去千里的去到北京 或是到各國人開在的地方 來找到他的先生 想去看他的爸 看到這樣的新聞 我們自己更沒有辦法 把頭轉過去 不再繼續的關注健康事件 我想我們台灣也經歷過 這樣的一個戒嚴時期 經過白色恐怖二八事件 等等這些的美地島事件 所以台灣之所以能夠走到 今天這樣的一個地步 其實也是靠著國際人權的組織 不斷地在國際向施壓 不斷地呼籲才能夠讓台灣走出威權 讓台灣能夠走到今天的民主 所以台灣跟中國最大的不同 也就在於我們的自由 民主 法治 跟人權 這樣的一個價值 跟中國區隔開來 如果說我們所有的人民 大家不能夠信守這樣的一個價值 捍衛這樣的價值 說實在的 我們又如何去要求國際社會 來認同我們 來支持我們 今年是聯合國的人權捍衛者宣言的20周年 那世界各國的人權組 其實都不斷地在呼籲各個國家 應該要去通過自己國家的人權捍衛者的保護法 那你就是去強調說每個國家 其實對於人權捍衛者其實都有一個保護的意義 那這個保護不是只有去保護他自己國內的公民而已 那這些權利當然也包括集會結社的自由 言論自由 民私權之的權利 倡議的權利等等 可是他其實還包括就是說 包括像李明哲 就是他是裸國的公民 可是他去到國外的時候 事實上國家對於他也仍然有保護的責任 或者是其他國家的人權捍衛者來到台灣的時候 事實上我的政府對於這些人權捍衛者 也應該要有保護的責任 在台灣而言 我們除了不斷地聲援 不斷關注這件事情之外 其實我們當然有更實際的事情是可以做的 我們臺灣區公會在這次的聲明 大家也有提到 台灣的難民法其實已經有查案了 在立法院的審議當中 那據我們所知 公民兩黨應該對於戴免法的討案 沒有太多不同的反對一件的談論 那所以我們當然誠心誠意的呼籲 立法院能夠倖座的通風難民法 所以在這樣的情況之下 尤其是在李明哲 目前一樣關在了中國的黑道裡面 台灣的人的狀況跟中國人的狀況 已經是密不可分的狀況之下 以及 現在中國公佈越來越多的會台措施 包括了 對於台灣律師的 能夠赴大陸職業的更優惠的措施 在這種狀況下 我們當然希望台灣人民 能夠更加的警醒 到底中國真實的面貌 他們是什麼樣子 但是我們也希望能夠 在難民法如果能夠競速的通過 能夠提供 不管是中國的維權律師也好 他們的家屬也好 或是其他的一些維權人士也好 提供他們一個更加實際的避控 這樣才是台灣社會國際社會的議員 以及我們在中國 這樣一個強大的國家旁邊 這樣一個緊密不可分的狀況之下 我們應該要如何來自主 或是我們應該採取的地位 跟態度 那也是什麼 那根據報導 其實有多名的台灣人士 其實被中國政府所吸收 然後作為一些記錄 中國民運 就是人權律師或民運人士 在台灣的一些引擎 作為中國回去 就是起訴他們的依據 那其實這件事情有被檢舉 可是後來我們要關機於 就是國安的考量而不起訴 那可能這件事情其實是情願 侵犯了我們台灣的憲法 或者是國際人權法 抗戰人權的一種價值 除了我們要繼續譴責中國的政權 繼續在侵害他的人權的情況之外 我們當然也要顧慮中國政府 應該要進出的去釋放 還沒有被釋放的 我從而是那 那也包括台灣的人權工作者 民主的憲法 那當然除了這件事情之外 事實上剛剛主持人也有提到 這個是我們可能需要在 在今天的記者會提出來去顧慮的 就是說有一些台灣人士 被認為說他們去 就是說有發現他們進行去參加一些 去觀察來台灣的 這些委託人士的會議的活動 甚至把他拍攝成影片 然後最後呢 我們就發現說這個709大來谷裡面的 這個周世豐律師 還有那個胡時根先生 這兩位呢 他們都是因為這樣的一個影片 會議的影片 然後最後他們兩個人 被以顛覆國家政權的罪名判刑 一個人判七年 一個人判七年半 那同樣的類似的一個判決 我們卻看到說 其實在今年六月中旬 其實瑞典的法院 他就針對了一個被指控為 是在幫北京的情報局 收集 就是瑞典當地的流氓藏人的 包括他們的生活狀況 他們的家庭關係 還有他們開會的情況 的這些資料 這個人呢 他經過瑞典的法院的審判之後呢 被判了二十六個月的徒刑 那瑞典的法官呢 他是這麼表示的 他認為這些從極權國家逃亡出來 到瑞典尋求庇護安全生活的人 他們必須要在瑞典可以安全的 而且享有瑞典憲法 所保障他們的自由 不必去擔心他們的家人 以及他們自己會受到迫害跟攻擊 包括香港 美國歐洲各個聯絡的組織 在去年發起了中國人權律師傑 那這個人權律師傑的日子 當然是挑戰青零九 這一個重大的這個事件 那瑞典也是要讓中共知道說 他們做這樣的事情 沒有辦法達成他們目的 就是讓中國的公理社會晉升 而是讓國際社會更加的了解 中國實際的狀況 更加的持續的關注中國這樣的問題 存在